清明节为什么一定要烧纸呢 为什么回不去的游子在大城市里面十多路口还要烧纸 这是不是封建迷信 是不是糟粕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烧纸得追溯到东汉时期 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名利双收 但是有人眼红了 就是他的嫂子 你看绝对不能够便宜他这个兄弟 于是就鼓到了蔡伦的哥哥蔡茂 开了一个造纸店 但是因为没有掌握核心科技 他造出来的纸是又脏又黑 完全没有办法输血 所以说这些纸是卖不出去的 就产生了滞销的情况 全部家道就变成了一堆废子 他的嫂子 急火攻心就这样驾喝而去了 这个蔡茂把媳妇安葬好以后越想越生气 我本来没有这出事 到最后弄得夫人也没有了 家也没有了 就剩了一堆废子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伤心 就把这些卖不出去的纸 全部运送到了自己媳妇的墓前 烧 把它通通的烧光 自己悲痛欲绝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从坟墓里面传出了声音 老公给我开开门 你怎么把我埋进去了 这一下子就把蔡茉给震惊住了 还以为闹鬼了呢 没想到妻子确实是活了过来 他就说了 我已经下到了地狱 马上要接受审判了 就在进去的这一刹那 有人就把钱从空中撒了下去 这小鬼啊 一收到钱以后呢 立马把我送了回来 安排的是明明白白 我做的还是 你说这瞧不瞧 这事情传的是神乎其神 他逢人就说 逢人就讲 我怎么回来的 我为什么会起死回生呢 全都是我家老爷们给我烧了钱 你看这一传十传百 在坟前烧纸好使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他们家的纸呢 别看质量不行 反而是脱销了 您说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传说 传承了这么多年 竟然是有人搞了一次商业作秀而已 那么为什么现在在城市当中 一些游子回不到家里面 每逢重大节日的时候 都会在马路十顿路口 这么危险的地方还要烧纸呢 其实也好理解 你本来可以蹲在这里 就这样直接给他的 没想到你走了 回不去了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得电汇呀 肯定得电汇 十顿路口是自己咱们的地方 这不能够算得上是陋习 但是如果从专家口中来讲 这就是不太环保了 兄弟们 你们支持不支持 在坟前 坟止 缅怀先祖呢 我不反对 但是我也不提倡 因为还有鲜花等各种祭祀的方法 甚至有人会在电脑上 鼠标一点 你就可以祭祀你的先祖了 真的是高科技哦